大家好 欢迎回到琳达读书频道 我们今天读《圣经时代》 大家都知道 圣经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古代以色列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重要文本 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 旧约主要包含了犹太教的圣经经文 而新约包含了基督教的经文 我们从起源开始 第一节 族长 犹太历史始于约4000年前 也就是约公元前17世纪 始祖为亚伯拉罕 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 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文献 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 证实了圣经中描述的 他们游牧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 《创世纪》讲述了亚伯拉罕 如何从迦勒底的乌尔被召唤到迦南 以形成一个信仰独一神的民族 当饥荒席卷迦南时 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 以及他们的家人定居在埃及 他们的后代在那里沦为奴隶 并被迫从事强迫劳动 第二 出埃及和定居 经过400年的奴役后 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获得了自由 根据圣经的描述 摩西被被上帝选中 带领他的人民离开埃及 回到应许给他们祖先的以色列土地 时间在约13到12世纪 他们在西奈沙漠流浪了40年 在那里 他们组建了一个国家 并接受了包括十届在内的托拉 摩西五经 并为他们的异神论 信仰提供了形式和内容 出埃及在犹太人的民族记忆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并成为自由的普遍象征 犹太人每年都会庆祝逾越节 五旬节和祝鹏节 纪念当时的事件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 以色列人征服了以色列的大部分土地 成为农民和工匠 随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和社会整合 相对和平的时期与战争时期交替出现 在此期间 人民团结在被称为法官的领导人身后 这些领导人是根据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技能 以及领导素质而被选出的 面对非力人士的威胁 非力人士就是来自小亚西亚 定居在地中海沿岸的航海民族 这个部落组织固有的弱点导致需要一位统治者来团结各部落 并通过继承使该地位永久化 通过继承进行 第三节 君主制 第一位国王扫罗 时间在约公元前1020年 在松散的部落组织和继任者大卫的领导下 建立完整的君主制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 大卫王约公元前1004到965年 通过成功的军事远征包括最终击败非力人士 以及与附近王国的友好联盟网络 将他的王国建立为该地区的主要强国 因此从埃及边境 红海到右发拉底沿岸 他的权威都得到了承认 在国内 他将12个以色列部落统一为一个王国 并将首都耶路撒冷和君主政体 置于国家生活的中心 圣经传统将大卫描述为一位诗人和音乐家 诗篇中出现了他的诗句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 在约公元前965到930年 进一步巩固了王国 通过与邻国国王签订条约 并通过出于政治动机的联姻 所罗门确保了他的王国和平 并使其在当时的强国中处于平等地位 他通过发展铜矿开采和金属冶炼等大型企业 同时建设具有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新城镇 和巩固旧城镇 扩大了对外贸易 促进了国内繁荣 他的成就是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 该圣殿成为犹太人民族和宗教生活的中心 圣经将真言和雅各归功于所罗门 第四 祭司的祝福 在耶路撒冷发现的一个公元前7世纪的小银圈肘上 有祭司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耀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第五 先知们 宗教圣人和魅力人物被认为具有神圣的启示天赋 他们在君主制时期一直传教 直到耶路撒冷被毁后一个世纪 时间在公元前586年 无论是作为国王在宗教 伦理和政治问题上的顾问 还是作为个人与上帝关系至上的批评者 先知们都以正义的需要为指导 并对犹太民族生活的道德发表了强有力的评论 他们的启示性经历被记录在受启发的散文和诗歌书中 其中许多都被纳入了圣经 先知们持久而普遍的吸引力 源于他们呼吁对人类价值观进行根本思考 以塞亚书这样的话语 学习行善 热心伸张正义 援助受冤屈的人 维护孤儿的权利 捍卫寡妇的事业 继续滋养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六 分裂的君主制 所罗门统治的终结因民主的不满而受到损害 民众不得不为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付出沉重代价 与此同时 对自己部落的优待也激怒了其他部落 导致君主政体和部落分裂分子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 所罗门死后 时间在公元前930年 公开叛乱导致北方10个部落分裂 国家分裂为北方王国以色列和南方王国尤大 后者 位于尤大和尤大部落的领土上 以撒玛利亚为首都的以色列王国 在19个国王的统治下持续了200多年 而尤大王国则由同等数量的大魏后裔国王 在耶路撒冷统治了400年 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的扩张 首先使以色列和后来的尤大受到外国控制 以色列王国被亚述人摧毁 时间在公元前722年 其人民被流放和遗忘 100多年后 巴比伦征服了尤大王国 流放了大部分居民 并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 时间在公元前586年 第七 第一次流亡 时间是公元前586年到538年 巴比伦的征服结束了第一圣殿时期 但并没有切断犹太人民与以色列土地的联系 坐在巴比伦河边的犹太人 发誓要记住他们的家园 耶路撒冷啊 如果我忘记你 就让我的右手忘记他的脚滑吧 如果我不记得你 就让我的舌头紧贴上额 如果我不把耶路撒冷置于我最高的喜乐之上 第一圣殿被毁之后 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 标志着犹太人流散的开始 在那里 犹太教开始在国土之外 发展出一种宗教框架和生活方式 最终保证了人民的民族生存和精神认同 并为其注入了足够的活力 以维护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 好了 一个简短的视频让我们读懂了圣经时代 了解圣经的朋友都清楚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重要文本 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 旧约主要包含了犹太教的圣经经文 而新约包含了基督教的经文 旧约的一部分 特别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 法律 先知和智慧文学 与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和文化紧密相关 这些经文记录了以色列人的起源 他们的祖先如亚伯拉罕 以色列人和亚各 以及他们的历史神迹和故事 新约则记录了基督教的起源 和耶稣基督的生平 教导和救赎事迹 大家可以详续解读一下圣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